今天来聊聊Siri 是的 Siri其实已经发布了十多年了 虽然它并不完美 但也在不断改进 实际上 它能够做的事 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绝不仅仅是 只是拿来设定闹钟和天气预报 所以我整理了一下 十个中英文Siri功能 是的 语言的不同 Siri的功能也不一样 这也是多数人不知道的 目前 我的iPhone系统 为最新的iOS 15.4.1 如果你发现有些功能 你并不能用 请及时 升级你的固件 嗨大家好 我是小鹏 如果你家里有老人 一定有过帮助他们 设置手机的经历 愿我前几天 把手机亮度调到的最低 但他并不知道 是怎么操作的 电话询问我 另外还有些 视力不好的人群 也并不能立即 找到正确的位置 其实最最简单 所有人都可以操作的 就是利用Siri了 Siri把亮度调到100 你也可以不用这么具体 Siri 把屏幕亮度调高 当然同样你也可以用来调整音量 Siri音量大一些 很多时候你和别人聊天 会提到某些事物 往往你是打开手机 找到Safari 进入你要搜索的内容 最后去一堆结果中 找到你要的 万新的是 Siri可以帮助我们来完成 Siri给我看伊隆马斯克的照片 或者说我要看头很长 迷你小腊肠犬 又或是给我看最新款的 特斯拉Moto3的照片 大家一定都会用手机来截图 其实用Siri也可以 不过这里要注意 你需要把Siri的语言改成英文 你需要用英文和Siri来沟通 原来语言不同 Siri的功能可以有差很多的 后面的一些内容也有举例 OK我们来试一下 Siri take a screenshot 很方便有没有 真希望可以尽快加入到中文Siri里 确实很好用 开车出去玩 尤其是去到外地人生地不熟 取车时可以方便的找到它 想必对完全陌生环境中的你 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个时候你只需告诉Siri 记录我的停车位置 Siri会自动在地图上标记好 非常方便 非常nice 好 第五个 现在的iOS 内置了一个音乐识别的功能 你可以在控制中心找到 并启动它 这样就能识别你想知道的音乐名称 其实使用Siri来做更简单和快捷 Siri 这个是什么歌 它就会立即启动来聆听识别 来到第六个 Siri其实也可以理解你正在做的事情 比如你在Safari浏览器中看到一些比较感兴趣的内容 但由于某些原因又不得不中断 你希望有空的时候可以提醒你再继续 好打个比方例如一分钟以后 这时候你可以对它说 Remind me of this in one minute 你的提醒APP会记下当前页面和你设置的时间 并在时间到了后提醒你 也可以在查看邮件时同样的操作提醒自己 尤其是那些需要稍后回复的重要工作 再也不会遗漏了 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把Siri的语言设置为英文才可以实现 然后来到第七个 你可以让Siri告诉你一些比较特别的日子 还有多少天 比如Siri还有多少天才过年 或者直接问他你想知道的具体日期 Siri距离12月10日还要多少周 iPhone上有翻译的APP非常好用 但其实你可以不用去特意打开它 直接告诉Siri 比如怎么用英文说 你很棒 你很棒这么说 You're great 或韩语 又或者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请记得点赞转发和订阅 用西班牙语怎么说 我们在外吃饭很多时候会和大家评分账单 拿出计算计算自然是不够优雅 这个时候Siri就派上用场了 Siri16块8的账单6个人分 好来到最后第10个 在控制中心打开闪光灯 或者用Siri直接说打开手电筒 想必大家都会 但对于一个有追求的巫师来说 Lumus Nox 如果你家有喜欢哈利波特的小fans 赶快教会他吧 OK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呢 请记得点赞转发和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还有很多Siri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你也知道一些非常实用的小技巧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分享 你的留言非常重要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ill you listen now?